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主要在哪里不舒服 我只要舌头 舌头就像厚 给我看 不是厚 有点黏 不疼 有种容易发的出汗有没有 出汗到干活的时候就是容易出汗 容易出汗的 中脂不重 中脂不转 嗯 应该是你的脂 我也是人家是介绍的 我也不知道 是人家介绍的 好 我们不能买多 一大早 顾市中医内科第三代传承人顾仲道 已坐在张家港市中医医院明医堂诊疗室里 接待络绎不绝的病患 这些患者有的来自张家港市的各个正区 有的则是从外地秘密而来 我在肩上干活 干活就是一个给我好朋友给我介绍的 我说这里一旁就是就像睡的一样 他说你去快去吧 到中医院找妇到医生说 张家挺好的 我就搞我女儿月牙了 今天就来了 2012年 顾仲道从张家港市第三人民医院退休后 并开始在这里做诊 已经68岁的他 诊疗日程依然排得满满的 要把我的那个故事中医呢 要一段一段给折扰下去 我不想再学在家里五四四对不对 所以我要出来 只要他们中医院要将病情了我 我就是要去拿好好的工作 好好地要折扰这个故事呢 给中医 把那个中医的内容呢 发现广大 这里是故事中医世家陈列世 故事中医那科史创于清代末年 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第一代传承人顾玉堂 出生于清朝咸丰年间 是当时唐乔一代 小有名气的小儿科医生 兼私塾先生 他的艺术呢 出现得很光明的 他在唐乔博方 民主六月港口等等等地 在老婆姓当中 好美好 1917年出生的顾玉堂的孙子 也就是顾仲道的父亲顾电梁 是顾世中医内科的第二代传承人 顾电梁幼时 受祖父顾玉堂的影响 五岁起便诵读汤头歌等中医典籍 祖父去世后 17岁的顾电梁惊人介绍 到当时的名医张承契处学医 三年期满后 由先生受牌 并经民国政府医政部门批准 开始独立行医 由于顾电梁医德高尚 医术精湛 顾世诊所门庭若市 我三十岁的时候 得到这个肾病 全身不肿 全身无力 经常的西医画面 把他把肾散不讲 那么 西医院没有办法 我去找老中医顾电梁 因为当时这个肾病 春日非常难记得 但我经过老中医的 五个疗症的 不重要 结果慢慢地变好了 经过他这一次的 特别的高方治疗 把我的肾病 彻底的记忆 到现在没有复发 一个男孩子 那个老子 打了牵笔 放锡给这个 下来 一个香菜 把腿放在腰里 把腿捏 把腿捏 放在腰里 然后把腿捏 到腰里 放在腰里 把腰地捏 然后把腿捏 然后把腿捏 往后 这些腿捏 这些腿捏 放在腰上 把腿捏 切斂 利面 固定梁在诊治肝胆病 胃肠病 妇科病 糖尿病 男性病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 它在前人基础上 独创的肝炎回春丸 经北京国医馆鉴定 被评为最完整的肝炎处方程药 1952年 顾电梁创办了 苏南第一家中医联合诊所 1980年 它被授予江苏省明中医称号 沈亚省明中医院在评论的肝炎中医院 我们学生的肝炎处理 社会的肝炎处理 在评论中医院的肝炎处理 那是肝炎处理 所以补充 我记得有一笔草药就妈名字是干 我也去给爸爸去除根 除了以后呢 把他母养粉 最后我吃 一边那个中美的肝炎 一定要再去肝炎为全完蛋 受中医世家的熏陶 顾重到自幼便迷上了医学 15岁时受文革的影响 顾重到辍学勿能 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中医梦 我实际上我的中医老年比较出这个 我因为中学却上在中医学家 我很想当一名有名的医生 其实想当上那个检柜大学毕业 结果完化大学发生了 是我凶事的时候 都开始不能去读书了 并且家里去到冲届 但是我父亲叫我要借习 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读书 我还让你一天对我那么忙 我还是回到家里 在每个东西看书 文革结束后 顾重到一方面继续跟随父亲学习 尝试独立诊治一些基本的病症 另一方面 他报考了南京中医药大学 进行全面系统的学习 1985年 父亲突然中风 卧病在床 但是我想这个故事中医内科 不能给因为爸爸中风 我把它断了 我一定要借记下去 所以我把爸爸的病院 就下去了 但是困难不少 为了怎么办呢 我只是走到 碰到困难为期看书 碰到困难为期看书 这样慢慢的中区经济以后 爸爸的那个病院 我就能给自己下来了 故事中医内科这根接力棒 顾重到一接就是三十多年 最多的时候 顾重到的年接诊量达到一万五千人次 他不断总结组被留下的宝贵经验 并且结合新的实践 开展了内病外治的中医新疗法 对许多顽疾效果显著 如对慢性结肠炎的治疗 他摸索出了一套公补兼施 汤丸结合的办法 治愈了数以千计的慢性结肠炎病人 在故事中医世家产烈事里 一面面紧急 一封封感谢信 透露出患者对故事中医内科的信任 正是靠着精湛的医术 高尚的医德 故事中医内科 历经百年 依然经久不衰 深受百姓的信任 2020年张家岗市中医医院申报的 故事中医内科 入选了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医是世界医学当中的瑰宝 出身中医世家的顾仲道 深知传承责任重大 如今顾仲道的女儿 已从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 接过了故事中医内科的接力棒 在张家岗市中医医院内科工作 守护百姓健康 因为我学父亲学爷爷的影响 实际上我心里有什么 当这个医生一定要用娃娃就掉起 所以在五岁的时候 我给他把同代变成像蚝蛤一样的 给他那个背 背呢他也不懂更多背 他也给他背出来了 他就是很有坚持感 2006年的时候考虑了 南京终于要大学 当时那次的爷爷呢 我家里很高兴 我说我们古日既有缘了 对不对 我那天特别一般 我喝了一瓶酒 高兴得很 从他爷爷 我爷爷 我爸爸到我现在已经是四代了 我们一直在为故事中医努力 那么我接下去也会继续在中医这条路上继续奋斗 让他越做越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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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